我们做相课里拉会谈的每一年非常重要的一个防务会议 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而董军也就是对岸的国防部长 现在在这边的演说讲话非常决绝 来听听他怎么来谈两岸关系 中国依法处置涉台事务 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外部势力无权干涉 遏制台独 确保其图谋永无得逞之日 谁单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 好 其实不是只有这一段 因为他在讲完演讲之后 会后还有一个对谈 也就是回应对话的时刻 那个时候他又再次谈台湾问题 然后主持人又打断说 其实还有这个所谓的物战问题 他马上跟他讲说 等等我要把台湾问题先说完 还显示着这是他的重中之重 核心问题 他讲完话之后呢 马上谁单敢把台湾分裂出去 必将粉身碎骨 登上了微博热搜 其实所对比的是 也有在演讲的奥斯汀 奥斯汀的相关演讲上面呢 他也特别提到了 唯有亚洲安全 美国才安全 但是他痛批的是 对岸不守规矩的在军演 他觉得呢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在这一场会议上头呢 连泽伦斯基都来了 那印太的盟友呢 当然就是大家讲的是 分分俱合 包括了美日印澳啊 美日韩啊等等 那这一些东西呢 基本上现在就对岸看来 他认为这个叫做 亚太版的北约 感觉啦整个太平洋 有一些些的分乱跟骚动 中美防长其实在这一回 是有对话的 谈了70分钟 但是您看看这标题 很多人认为他们是 叫做谈崩了 原因是因为呢 虽然谈归谈了 可是到底有没有 真的很直接的共识 因为现在谈到两岸 谈到台湾 好像就是剑拔弩张 但是呢 吴谦的讲法 也就是对岸的 国防部发言人说 有谈啦 总比没谈 来得好 奥兴德讲了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能是他们在谈完之后 确定了 两方呢 会恢复所谓的沟通联络 也就是那个热线啊 希望未来 大家电话能够接起来 不要说打过去之后 有看到 没听到 好啦 十二战现场呢 这就是美国的印太司令 跟中国的前驻美大使 原因是因为呢 这个帕帕罗 还有崔天凯 在另一场会议里头 对于亚太地区 是不是需要威责 也展开了 蛇战的激变 当然啦 帕帕罗意思一定是说 我们是不是有更多 和平的方式啊 不要每次都用威责 这样子来作为 保证等等等 好啦 那崔天凯就直接讲了 说这些都叫做工具啦 如果对方是 可以合作的话 那基本上存在差异 也不需要太多的威责啊 彼此之间讲的是什么 他们讲的可能是跟 菲律宾问题有关系 因为崔天凯在按错的 是不是说 是在没有任何的 外部势力之下 事情可以很好 很和平的进行 那就不需要有 外部的人员进来 在这边再加一只手 小拉可是在这次的相会上面 特别是开幕酒会的 那场演讲 其实讲的也是蛮直接的 他有特别提到了 中非的南海对峙 有可能会触及红线 也就是说呢 如果有一个菲律宾人 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 生命受到了威胁 或生命真的就因此没了 那就叫做他们的红线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大家也在问小马可是 说演讲的时候 为什么频频的提到美国呢 他就想说提到美国 提到一次两次 那可能因为你在讲一个区域嘛 提到十一次 到底什么原因 小马可是没有回答 但是呢 他在这场演讲当中 没有提到的是中国 虽然大家都知道 董军坐在下面 他话都是在跟总军讲的 但他就是没有提到中国 好了中方怎么样来看这些呢 他认为这个叫做 美国帮菲律宾背书啦 那他觉得啦 这个南海的情势上面 基本上大多数是商船 50%的商船 1%的海上贸易都是在这边 美国也在这里跑嘛 那到底什么时候不自由了 他们想问的是 美国一直强调了 他们在首位的航行自由 是真的有道理吗 菲律宾现在这一些 涉及南海的言论 中方想要问他 先回答四个问题 第一 谁在违反规则 第二 谁挑起四端 第三 在东邪以外 另起炉灶搞小圈圈的 又是谁 到底现在 在中非之间 很多人在意的是那个仁爱礁 也就是坐摊在那边的那一艘军舰 现在呢 基本上 还是有看到 有人在里面运东西 特别是在运建筑方面的一些物材的时候 大家想问的是 有没有可能中国真的出手啊 因为现在有看到了一个照片 也就是说呢 说是在仁爱礁补给 空头补给的时候 船上的人员是持枪指向中国海警的画面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表示说 真的有开战的可能性 原因是因为 很多人都知道啦 在这附近呢 基本上 现在中国的海警船在这边 是不停的绕着 那军舰啊等等 它也是会在这附近 只是都还没有真正的出手 如果连枪都拿起来 直指对方 那这个意味就大不相同 回过头请教一下 介大使 您怎么样来看 像上格里拉会谈 就是每一年都会开的防务会议 但是话怎么讲 在这个防务会议上 等于就是一个宣示作用 那态度很重要 董君这一次 其实是再一次的 把两岸之间的关系 划出一个红线 这一次 董君也讲的话 是历来 大陆的国防部长 在相格里拉会议里面 就有关台湾问题 讲得最强烈的一次 我稍微比较一下好了 就是说 他的前前任 这个魏凤和 也在同样的场合 他说任何人 单敢把台湾从中国大陆 分裂出去的话 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 绝对不惜一战 对 不计代价 他讲到这个份 然后李尚福呢 虽然他当大陆的国防部长 任期比较短 可是他也在相格里拉会议 讲过同样的话 他说三个 他是有三个决 他说任何这个人 想把台湾从中国 分裂出去的话 他说中国大陆解放军 他说不会有任何的迟疑 不会有任何的 不畏惧任何的结果 也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他都要粉碎台独的图谋 这个大概就是前面两次 从李凤和到李尚福 魏凤和到李尚福 他们对台湾问题的讲的方式 这一次董军讲的 就八个字 更短 可是这个力道是更强 他讲说 他说任何人单干把台湾 从中国大陆分裂出去 那必将招致 粉身碎骨 自取灭亡的结果 所以这个粉身碎骨 我们在中文里面 这已经是 大概已经是最强烈的一种 一种表达方式了 那自取灭亡 所以我觉得他不只是说什么外部势力 内部势力 他这个是对所有试图分裂中国大陆 把台湾从中国大陆分裂出去的人 所讲的 那粉身碎骨 这个是非常强的 那另外我也看了他 董军在这一次在向格里拉 这个会议里面的演讲 他花了蛮多的篇幅 讲台湾问题 讲的是比过去前两任的 他的前两任讲的都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对董军目前 他担任大陆的国防部长来讲 他显然把台海的这个 未来的可能发生的这些冲突 是他最重中之重 所以他讲话的时候讲最多 那他在后来在开放提问的时候 那么很多有大概几个问题 董军大概都是集中在台海问题 所以他别的问题是 没有还没有答 可是大部分是他都讲台海 都在重申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那他也特别提到 台湾内部情势的发展 中国大陆对这个情势的研判 那还有就是说做好的准备 我想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网站上都可以看到 董军的讲话了 那非常清楚 所以从大陆 不管我觉得不管台湾 现在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从大陆的 这个负责军事的部门的负责人 把目前台海的情势 看起来是非常非常严峻 这个我想我们必须要有 这个认知的 我们认为没有 有人认为台海 这个维持和平几十年 如何如何 可是事实上 目前这个状况 是对比之下 这是三年以来 最严峻的一次 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这一次香格里拉会议里面 中国大陆事实上 是用全球的战略来对抗美国的 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 而且他基本上认为 这个印太 亚太是属于亚太国家的亚太 这个域外国家跑到东亚来闹事 事实上这边是动乱的根源 我想这是跟美国的看法 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美国的Austin就讲了 他也讲得很清楚 他说亚洲安全 美国才安全 这个说起来好像很那个 可是问题就是说 你为了美国安全 把亚洲搞得不安全 这是对的吗 我们想要请教一下 一正杰将军怎么样来看 其实这次香格里拉会谈 其实非常的重要 不管是在形式上 或者是说实质内容上面 都非常重要 总共有45个国家参加 当然最重要的是中美两个大国 现在来讲不可会言 这两个国家来讲 是全世界属于第一第二 这两个大国 不管在经济体 或者军事实力上面 都是两个重要的国家 这两个国家见面 这次来讲 我们很明显看得出来 就是奥斯汀有求于 中国的国防部长 急着要跟董军来见面 为什么 因为他在前天 他还在开刀 还在膀胱 不知道什么事情开刀 之前他不是因为开刀 然后住院 没有跟他部署都没有讲 大家闹了一阵子说 美国你怎么会 这么重要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 开刀全身麻醉 万一如果有什么状况 没有人指挥 那次开刀到现在还没有好 他才刚开完刀两天 他就赶过来 要跟董军见面 所以说这次来讲 代表美国为什么那么急 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 从这个气球事件之后 中美两国军队 是完全不再联络的 所以这个我们看出来 奥斯丁把握到这次机会 虽然说刚从病房开完刀出来 也急着要赶到新加坡 来跟董军见面 当面讲清楚 第二个我们看一下 这次座谈来讲 中美两个国防部长 他们见面原则上 原来定的时间是一个小时 就是60分钟的座谈 后来谈了75分钟 表示他们很多东西 必须要把话讲清楚 但是我觉得 就像是我们刚刚 这个文字电视稿上面 所讲的一样 事实上双方来讲 最后就是说 这个谈到最后 可以说是谈崩了 谈劣劫 因为中国底气 现在比美国还大 就是你现在美国来讲 你现在应付俄乌战争 应付以牙冲突 你自己美国要应付大选 事实上你是有求于我的 所以中国这时候讲话 底气特别重 他除了董军 除了在台湾问题上面来讲 他特别提醒说是 你如果说是 叫台独要分裂出去的话 粉身碎骨 对不对 这个咨询面网之外 他也警告菲律宾 我跟你讲 他对菲律宾用什么 延迟警告 他说我们中国 对南海问题来讲的话 这个南海的侵旋问题 已经就还有挑衅的行径 我们虽然说百般的克制 但是也是有限度的 也就是跟你菲律宾讲出来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 也是有限度的 人的耐性是有极限的 所以说尼布萨 还有三分土性 那菲律宾现在在干什么事 第一个大家知道是 这个仁爱礁 他那个马德雷3号军舰 坐摊的事情 他现在还在鲜明礁 也在搞这个事 搞这种类似这种活动 他用了两艘军舰 在那边当作一个浮动码头 也是站在那个地方 不走了 四十几天都不走了 所以中国来讲的话 他就说我们现在 忍耐是有限度的 那你现在走不走 那你说南海争端来讲的话 这个美国虽然说 一再强调自由航行 问题是说你自由航行 对商船是没有影响 但你不能一天到晚 开这军舰到人家的国土里面 到人家领海里面 去耀武洋威 就像我们家前面那个马路 你不能每天开个战车来 然后炮口对着我 然后你说我这是战车 自由航行 自由通行 你不能这样讲 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 双方来讲 中国态度很明显的 这个底气很硬的 跟美国来做一种答话 那请教兵哥了 因为每一次相会 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来到这边 那当然了 美国他就会找他的盟友 一起来来这边讲一讲 那可问题是 这一次好像越来越看到中方 他讲话是真的满决绝 我觉得这一次 董军这个讲话 其实就是针对赖清德520演讲 因为我觉得对大陆来说 他们可能觉得台湾的局势 非常不稳定 有快速向台独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所以他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宣誓 所以刚刚介大师也有提到 他用词非常的激烈 跟过去完全不同 表示他们也认为 可能性是迫在眉睫 所以我觉得这个警告意味是非常强烈 也就是在告诉赖清德 不要轻举妄动 你美国也不要想着帮赖清德 去实现台独 这是不可能 解放军一定会立刻作出反制 所以你会看到这次的相会 大家各自有不同的心思 比如说美方 跟甚至一些其他西方国家 可能就是期望 中国大陆在俄乌战争上面 是不是能够做一些保证 那中国大陆就是为了 他要解决台湾问题 你台海这边绝对不能动 任何人都不要想要帮助台湾来去走向独立 还有一个泽伦斯基也跑来 他就来希望 这些国家能够帮助乌克兰 可是我看他的希望大概是会落空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各怀鬼胎 可是这一次他们说 因为一开完会之后 他们就在讲说 这一次中美之间的会晤是 这个叫坦率而专业 什么叫坦率而专业 我稍微翻译一下就是 双方其实一开始大概就吵 都非常坦率 就直接告诉他 直接告诉他我的目的是这个 就是这样 你要不要接受 就显然双方都不太能够接受对方的论点 所以就非常专业的结束了这个对话 就是这样 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唯一的共识就是 以后中美之间的军事对话机制 还要保留 这个其实对全世界都是好事 因为这两支大象打起来可真的不是玩的 全世界都会遭殃 所以他们一定要有一个联系的机制 可是问题来了 问题在南海这个地方 到底是谁对谁错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 上一次中俄的舰队 到离阿拉斯加海一百多公里 美国就出来查 请问一下那里是公海 你为什么那么紧张 所以你今天清门踏户 到人家这边来 来去作威作福 然后就叫人家要让你自由航行 请问一下美国人的道理到底在什么地方 好 我们先进行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来说了 欢迎继续锁定新闻大白话 我是韦佳琪 那么今天要带大家 从国内政治聊到国际局势 那么这节加入我们的来宾 包括有前出纽大使借文及借大使文 佳琪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还有我们国际政治专家 赖月仙 赖老师午安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下来一会还有国际能量 各位加入我们 那时候我们要先带大家来看 当然最近很夯的一个议题 不知道昨天台大演讲你看了吗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的演讲 可以让台湾人可以说是非常关注 只不过可以看到的是 现在我们台湾要终止ECFA 难道还在没有要没有金吗 那么没有ECFA 台湾不会怎么样 谢金河说穷台策略 占黄仁勋就像是天降神兵 他说挥打有能力封锁中国大陆 那么谢金河是讲到了 大陆终止的项目从12项再加134项 看起来是全面终止的可能性很大 这也是中国穷台策略的一部分 但台湾压力最大的时候 突然天降神兵了 来了一个黄仁勋 他天天拉开嗓门 告诉全世界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国家 只不过在中国取消ECFA部分关税减让 总统府说这是典型的经济胁迫 总统府发言人说 其实政府有对相关的状况早有掌握 可能冲击有限 所以大家就很好奇了 难道我们现在要转单是到美国去吗 是不是只有这个办法了呢 只不过我们先带你来看到在台海的部分 在香格里拉对话里面有一个最尖锐的言论 那么大陆的防长就批总统赖清德 甚至是呛美掏空一中 那么大陆的防长董军就讲到了 谁敢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 美国的防长奥斯汀则是说 应该透过对话解决争端 而不是胁迫冲突甚至所谓的惩罚 而将继续支持台海维持现状 那么听完了这香格里拉的对话之后 前立委蔡正元是这样分析 他说你要看董军这样的说法 真的是太不平常了 显然他是有备而来 全程都没有看稿 而且讲话也非常的不客气 解放军有能力对付台独 瓮中桌憋不足挂齿 但是就国防部长的身份 这似乎是太不平常了 外媒也说中国的防长今年 好像比去年还要强硬许多 CNN引述会议主办单位 伦敦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 日本讲座沃德的报道 相较于他曾经在商会 听过中国防长的演说 董军这一次的调子 似乎是更加尖锐又更加强烈 今年的比去年 当时的李尚甫还要强硬 只不过赖清德520没讲的 会不会是更可怕呢 学者赵春山就示警了 如果两岸一旦开战 恐怕有一半的人 都不会愿意来帮赖政府打仗 他说真的让人家觉得可怕的是 520没有讲的地方 包括提及中华民族 两岸关系条例 这会让中国觉得台湾是外延 如果未来发生战争了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那最后台湾不是中国人 那就是没完没了了 尤其是他认为国会这样闹 每件事情都会被说跟中共有关 台湾内部已经乱成这样了 万一发生战争 会不会有一半的人说不要帮你赖政府打仗了呢 只不过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南海的另外一个地方 仁爱礁的飞舰人员现在枪指着中国的海警船 中国环球电视网记者团透露 5月19号菲律宾的马德雷山号 舰上有至少两名的人员持枪在加班活动 并用手啊 用枪啊指着中国的海警船方向 北京市小马可是战争论是颠倒黑白 南海冲突的热点现在要跟中共跟南海 菲律宾向美国借胆放手一搏了吗 中国跟菲律宾的冲突焦点主要在两个岛礁 第一个就是中方占领的黄岩岛 第二个虽然是有飞国登陆舰坐摊 却被中方反包围的仁爱礁 美国部署在旅宋岛北部的提风武器系统 现在在第一岛链可以搭载战斧 和标准六型两种飞弹 这射程可能涵盖台海 中国大陆东南沿海跟南海 那么必要的时候 美国跟菲律宾可以借此封锁巴士海峡 或者是台海 引发中国大陆的强烈关注 现在是不是在暗平菲律宾 在美煽动下仁爱礁碰瓷了呢 国防部部长董军 也用不点名的方式来批评菲律宾 在美国煽动下挑起事端 自造假象的仁爱礁碰瓷 中方虽然保持足够的克制 但是很抱歉 也是会有限度的哦 那么距离台湾最近的腹地 第一岛链现在要联手抗中 最近美国日本菲律宾领袖 宣布启动旅宋经济走廊计划 将改善菲律宾苏比克湾 克拉克马里纳 和巴达燕省的交通连结性 除了促进这经贸投资 战略安全意义更是不容忽视 我们要先请教一下亮哥 你怎么看这个ECFA 现在谢金额说 好像没有也没差吗 这个 这个 这个坐着不嫌腰疼 我这一次ECFA 134项冲击的对象 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 对 这跟去年12月针对的丙烯 那些都是大公司 台塑 奇美 他们比较容易做内部调整 这次不是 你不能只从 你要从产值看问题 你都不看就业 对不对 而且产值坦白讲 还扯到另外一个 你说这个是2% 你对中国大陆出口 有52%是电子零组件 你认为人家都不能 跟别的国家买 你说他即使不是买本土企业 他总可以转向韩国 韩国也可以做 最近他们中日韩也在 希望能够加速FTA的谈判 搞不好这个就是中国 给韩国的善意 所以你以为不会发生转单吗 我跟你讲什么叫贸易战 贸易战就是政治性的 你怎么知道中国大陆 不会对你搞贸易战 你不能只从市场竞争去理解 不然我们来讲 美国的大豆品质是最好的 那为什么中国大陆 改买巴西的大豆 因为你美国搞我 所以我就改买巴西的大豆 总而言他改买了非常多 那我们再讲 英特尔的CPU 这个也是世界最好的 对 中国大陆现在已经下了公文 就是政府相关单位 不能用英特尔的CPU 因为他怕安全 所以我跟你讲 这台湾真的不要太天真 都从自己的角度在思考 中国大陆是真的没有 对台湾打过贸易战 他现在还是用贸易歧视 来说你应该给我一点公道 你就开放一些进口 来降低贸易顺差 我们一年从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 七八百亿美元 他现在还是就经济在论经济 你不要这个政治对抗上纲 到时候人家是用政治在思考 他对美国都可以这样的 对你台湾不能这样吗 就是赖清德政府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还要听谢金河那边胡说八道 灰达哪有要封锁中国 黄仁勋巴不得能够卖 是因为美国不准他卖 所以他后来降阶 弄H20 他本来是要买H20 他不能卖 只好降到H20 结果降太低了 现在在中国滞销 结果他只要杀价来卖 这个哪里是黄仁勋要的 我跟你讲黄仁勋最近 还因为美国去追查中东 是不是转卖NVIDIA的晶片 给中国大陆 现在连中东 要出口到中东都被延缓审查 结果辉达那天的股价 重跌版3.8% 这个绝对不是黄仁愿意见到的 我说如果有一些事实 你都不看清楚 坦白讲谢金河还赖清德海 当做国师 那你就可以想像会有多可怕 我觉得赵春山老师 刚刚讲的那个真的是重点 就是说你这样摆出一副阵仗 就是要跟中国对着干 那你照理讲 应该对内要团结最大多数 那对外要尽量缩小你的敌人 那你应该以中共为敌人 你怎么连中国的老百姓 你都扯进来了 你如果讲你不是中华民族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那你就是等于跟14亿人对着干 那你不是把你的对手极大化吗 而且他还不只把对手极大化 国外的 我们讲那个大陆 他不只把大陆的对手极大化 他还把台湾内部的对手极大化 他动不动就说你是中共同路人 对不对 国民党民众党 都变成中共同路人 你把你国内的对手也极大化 怎么会有你这种天才总统 黄国昌也要被抹红 你们不只抹红傅坤奇 你们抹红一大堆人 全台湾现在排名进来当中共同路人 可能人口已经快要接近50%了 怎么有人这样执政呢 所以我们刚刚只是在讲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你不要真的以为中国大陆 不会用政治角度来思考对你贸易战 真的到那一天台湾真的会很惨 你一年卖到中国大陆的 那个电子零组件就52% 我们即使不谈这个 那另外48%呢 另外48%就传统产业 人家为什么一定要买你的 人家也可以买别的国家的 他最近在搞中日韩FTA 在搞RCEP要搞3.0 中韩FTA也可以变成2.0 他可以像韩国四豪 你怎么都不会去想这种问题呢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政府 怎么会都从自己的角度在思考 以为全世界都跟你想法一样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 那我们来问一下借大嫌疑怎么看 有人说这一回大陆的防长董军 好像话真的讲得比较重了一些 对比较之下 我们这个重不重的话 当然要跟他的前任前两任比 对 那前两任的话说实话 那么这个魏凤和是他前前任 对 他只是说任何人单敢把中国 台湾从中国领土分割出去 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会怎么样 他会不习一战 不计代价 大概讲到这里 对 那么再接上就是李尚福 李尚福一讲法也差不多 也就是说谁要把台湾从中国 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 他也是要站到 意思就是说绝对不会做事 一定会出手制止 大概都讲这个份 可是这一次董军讲了 他就讲八个字 对不对 他说粉身碎骨 然后自取灭亡 对 所以粉身碎骨 我就讲我们就是中国成语的话 粉身碎骨那已经是还能怎样 要挥分湮灭吗 对不对 跟很分身 所以他这个措辞是最强烈的意思 而且他在这个答询的时候 因为下面也有观众问问题的时候 那么问了两个问题 他前面一个是有关台湾的 他在前面的时候 完全就只回答台湾问题 然后用了更多形容词 蛮强的形容词 就表示说 那么如果说两岸要开战的话 那么他这个大陆的军队 是绝对有把握 说这个已经各方面都操联 准备了非常非常的完善 绝对有把握 那么这个主持人还提醒他说 你能不能再答下一题 他继续讲台湾问题 他说这个问题让我讲完 所以就变成他这个 主要在这一次香格里 我觉得他去主要传递的 就是对台湾立场的一个 非常非常极为强硬 几乎已经推到 我们就光谱分析 某一个顶端的 一个差不多已经到顶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些 当然他是警告性质 那么他警告现在的台湾的政府 对 他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该动的 他都动了 军事上也动了 那么我们当时前一阵子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会觉得说 经贸一定是不会避免的 当然说现在大陆是134项 你知道这个免税的 所以早收清单的零关税的 一共有534项 134项刚刚第一次 这12项的话 大概就已经取消了146项 146项那事实上还有 差不多将近400项 不到400项 他还没有动 可是你一直跟大陆讲说 对台湾影响不大 无所谓 我无关痛痒 你只有我这个 使用我这个 你使用这个 零关税进入大陆市场 台湾产品质 占我们全球外销的2% 安 不怕 那你意思是说 那你请你再继续把 那400项一起拿掉是不是 挑衅的意味 这个时候你应该说这个中间大家来用理性来解决问题 对不对 你这个政策对于我们将来两岸这个 要这个理性的来互动的话 这是不利的 你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给中国大陆一个怎么讲 一个比较正面的讯息 你知道只有两个讯息 第一个说 没有影响 你拿掉 没有影响 第二个呢 还说我要去WTO去告你 我要去那边争端解决 那能不能告 我们前面也提过了 不过我觉得基本上 不管是损失150亿美金 还是120亿美金 最后影响都是我们基层的劳工 因为他们会因为工厂 没有货出 官场 然后就失业了 那我们这些大老板不在乎 可是我们这些小市民的生计怎么办呢 好 我们来问一下 赖老师你又是怎么看的 尤其现在南海的局势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紧张的感觉 不只南海的局势 南海的局势都紧张 对 我觉得这一次董军 他不点名 但是全世界都知道 包括美国 也都很清楚知道 他讲的是谁 他讲的就是美国 也就是说台湾台独的背后 就是美国 美国在切香肠 美国在资助台独 要台独去闹 所以他点名的 就是他讲得很明白 就是美国跟台独 台独就讲到台独武装了 那也就是说他只针对台独 台独武装党 那不是武装 那解放军不会动手 可是如果是台独武装 他会动手 背后的那个影子 他也会动手 另外在南海这个部分 他也很清楚的讲 菲律宾目前在闹 背后就是有人 要他这样闹 背后那个人是谁 也很明白了 那也就是美国为主 拉的日本 澳大利亚等 那这些国家 拉的菲律宾来闹 他也会针对 背后的那个国家打 其实我觉得董军 在这一次的讲话中 我觉得已经 非常非常的明白 也就是解放军准备的事实上是跟美军的较量 那如果美国以为他在南海可以搞一场代理人战争 或是在海峡两岸可以搞一场代理人战争 也就是复制这个俄乌的冲突 那我觉得董军的讲法很明白就是 你不要以为你这套有效 我根本就是知道就是你 而且解放军的态度就是 我跟着你就直接干架 那跟俄国不一样 俄国是避免跟美国人打仗 俄国是跟乌克兰打仗 可是解放军的做法 因为俄国跟美国不同的地方 跟中国大陆不同的地方是在于 俄国的常规力量 没办法赢美国 而中国大陆的常规力量 在东海间他绝对可以赢美国 不管是海军空军 只要在这个区域 也就是西太平洋 解放军可以赢了美国 那也就是为什么对于美国人来讲 一定要把日本 韩国 把菲律宾 把澳大利亚 英国都拉进来 是因为美国自己也计算过 他的常规力量就是海空军加火箭军等 他本身在西太平洋 他是输中国大陆的 那也就是因为彼此之间不同 所以他们创造了一种根本不存在的 一个名词叫做什么 两岸的军事力量失衡 往大陆倾斜 其实是错的 是中美的军事力量失衡 往中国大陆倾斜 这个才是正确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大家看清楚 不过我还是讲一下谢金河 因为他说我学弟 我讲简单的几句话 第一个就是 EGFA的问题对谢金河个人没有影响 但是对于台湾的这些业者有影响 所以我觉得应该去问台湾的这些业者 你痛还是不痛 我觉得应该是要问这些事情 第二个就是不要去蹭黄仁星 黄仁星来台湾 他是有他自己的节奏 不要去蹭黄仁星 免得哪一天你被黄仁星的 另外一个节奏打脸了 所以我觉得去蹭这种话 显得很幼稚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 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那么这一集要带大家来讨论一下 国际局势要先带大家来看到 是大陆现在积极的在抓间谍 他们又宣布破获英国的间谍案件 中国中央机关人员遭策反 大陆国安部微信公众号3日 发布新闻稿说 最近再不获一起英国秘密情报局 策反中国某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王某某跟周某夫妇的重大间谍案 但大家就觉得这一次比较不一样 因为之前都没有明确点名过 这一回还把英国秘密情报局 这些字都写出来了 那么国家安全部就说了 境外间谍威胁恐吓国内专家 强迫合作图窃国家机密 大陆国安部就说了 有境外的间谍情报机关高度关注 国内专家学者的出境状况 甚至伺机用威胁恐吓等卑劣 手段来进行拉拢策反 妄图窃取中国国家机密 那么现在大陆限制价出口呢 那么现在去年对美英大减将近七成了 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 出口额仅剩下847万美元 年减三分之二 那么者出口也下降8% 总额大概是约4842万美元 中国的国安部说 不法分子向境外走私稀土 威胁到国安 他说因为若干境外事业拉拢利诱 驱使这些不法分子走私这些稀土 严重损害国家利益 对国家安全造成了莫大的威胁 可是你看 窃取美国的勤资 美国CIA的探员任 当了十年的中国间谍 现在美国是不是也在出招反制呢 只不过中美的主战场 恐怕还是在新能源车上面 我们那里看到强势无法党 那么现在大陆说 一到四月中国新能源车 已经占全球比超过60%这么多 同时今年一到四月 全球新能源汽车占比高达64% 其中四月的全球市占率 更高达6成7 即使美国已提高关税 阻止那路的汽车输出到美国 但这一个强势理性的地位 还是难以动摇 四月份比亚迪全球的销量 第四名只输给日本的HONDA 德国的福斯跟美国的福特 那么华为打算跨足越野车 于晨东就讲了我们锁定兵士G系列 他说目前内部正在讨论 想要设计一个不同于传统方盒子的 硬派越野车 要重新来定义什么叫做硬派越野车的设计 大陆电动车的渗透率2035年可能会冲达九成 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到了2035年 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超过7000万辆 市场渗透率将达到70%左右 到时候大陆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超过3800万辆 根据这样子的计算是占叫全球半壁江山 市场的渗透率甚至达到九成 将可能保有量超过2亿量这么多 只不过我们要带你看到的是 在美国总统选举的部分 川普现在要拿坐牢来刺激选情了吗 风口飞案川普表态他可以坐牢 预告川粉可能会爆发 他说入狱服刑或居家监禁OK 但是支持者可能没有办法承受 我坐牢这件事情 到时候如果爆发我是不负责 难道川粉又要包围国会了吗 遭判决24小时之后 川普获得5280万美元的捐款 民调显示川普只有一点点领先拜登 多家民调也显示川普的支持度 几乎跟判决前一样 我们现在也看到经济学家的民调显示 川普是50% 拜登是49% 两个人是难以分这个上下 那么Morning & So Pro的民调 可以看到约一半的选民表示 他们反对这位前总统 因为34项一级的刑事罪被监禁 6前9认为最受欢迎的选项 是对川普罚款 再来就是希望可以缓刑 所以还是不希望他去抓去管 那么可是现在拜登的儿子 自己也有问题 持枪案出庭应讯 美国大选可能成为司法的攻防战 因为杭特拜登非法的持枪案 将在家商威明顿出庭 继川普封口费被判有罪之后 最近的美国大选 两党攻防又在法庭里面 杭特的案件最近因为涉及家族隐私 所以预料这一回的美国总统大选 这可能也是另外一个讨论的焦点 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 这个抓间谍这一次 还把英国秘密情报局都抖出来了 不 这也不稀奇 因为这个世界几大情报机构 军情六处CIA 本来就是最厉害的 另外俄罗斯现在KGB变成FSB 另外是以色列的摩萨德 四大情治单位 坦白讲中国大陆的国安部 还差得远 那当然这个也要 怪中国自己 中国有很多贪官 也喜欢移民到美国跟英国 不是吗 因为我就很少看到 美国的高阶的情报官被撤反 那为什么你的高官会被撤反 这当然就是一个问题 这个介大使比我还了解 就是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 跟爱国意识 真的非常高 说实在 这个你怎么不去看美国 我真的很少看过美国的高官 情报单位被撤反 偶尔有 可是都是被苏联撤反 还是007比较厉害 那个是因为 真的是相信社会主义 就是在192 30年代 确实满多的 原子弹 罗森博格夫妇也是一样 可是真的到了890年代 就越来越少听到 这个当然牵涉到 每一个国家的内部管理问题 不过你说那个稀土 你说有不法分子境外走私 这也没什么稀奇 因为美国的NVIDIA的金片 也被中东走私到中国大陆 这有什么稀奇 不过这个刚好就凸显了一个数据 就是中国大陆 架的出口是大量减少 表示它真的在落实 它在落实 所以不然不会有这个数据 大减3分之2这很惊人 对 事实上我也听到另外一个说法 不过这个还不能证实 就说美国有一些军品 为什么制造的进度变慢 有人说跟稀土管制也有关系 所以因为你知道 照一下战斗机需要多少稀土 一个船舰需要多少稀土 所以如果中国大陆是真的 用在这个 用力在这个上面 那美国的军工产业 是真的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那这个只是凸显部分的讯息 我相信还会有很多双方机密的 在角力中的讯息没有出现 那中国的电动车 它的产能早晚会超过世界的一半 不会感到意外 因为现在所有的工业的零组件 中国大陆都这么多 所以它的产能本来就一定会最大 所以我觉得他要担心的应该是说 他得罪了全世界的市场 因为汽车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对 没有错 那会造成很多国家的恐慌 杰大使你又是怎么看呢 其实大陆破获的英国的间谍 他有讲一些细节 其实他这个本来就是在政府里工作的人员 到英国去禁修 就被英国政府盯上 这其实代表盯上 所以留学这样子吗 对 等于去禁修 像这种在职的禁修或怎么样 他们就说就去打 就接近他们 然后跟他们做朋友 然后就跟他们讨论问题 后来就说你们这个专业 我们可以咨询一下你们的意见 所以咨询了很多 东问西问以后就说 我给你们点咨询费 咨询费 然后他们学成又回国 又回到他的原单位 都是中央的单位 他这个没有透露哪些单位 回去以后 他们这个英国的军情六处 007的老家 就继续派员跟他们保持联系 然后从咨询到最后 干脆讲清楚 就说我就是007 对 这样好了 你就跟我配合 我们重金怎么样 礼聘 你做我们的这个间谍 结果他们就答应了 这就是说为了利 所以这个情报有的时候就是怎么样 他要不然就抓到人家的把柄 比如说你有什么 你的论文是假的 或者说你的证书 博士学位有问题 抓到你把柄 他又可以控制你 要不然就怎么样 就是我给你钱 给你很多的钱 所以这个就是给钱 那么造成的漏洞 让他抵不住那个诱惑 抵不住的诱惑 最近中国大陆破获很多案子 可见中国大陆在追查内部的这些 他的保防工作真的加强 抓到了很多问题 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 静音的话 当然就是这个 中国大陆火箭军 在前两年的时候 这个居然内部的资讯 机密资料 被美国一个海军研究院的 一篇报告 全部把它暴露出来了 把它所有部队的番号 包括这个 哪一个部队里面有什么成员 还有什么军狗都已经搞出来了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这个大陆没有坑气 可是接下来你就看到 火箭军高层完全整个换掉一批人 所以这个我想可能是造成 中国大陆现在加强内部保防 不过你要知道 真的论间谍战的来讲的话 真的就是摩沙德 就是CIA 就是军情六处 还有这个隔别屋 他们是花大钱 他不但有保防的能力 他还有攻击 截取别人的 因为这一个 常常讲一个好的情报表 他的战力是抵一个失的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看起来花大钱 其实还是花小钱 那赖老师你又是怎么看呢 我个人认为这是礼善往来 因为在上个月的中旬 英国逮捕了香港的几位工作人员 然后说他们是情报员 我记得我当时在一个节目里面 我就说 那你英国的间谍最好赶快跑 因为中国可能很快的 就会逮捕你了 那马上你看 一个月不到半个月了 中国大陆就公布是近期 对 所以早就有在监控了 那近期就收网了 那当然目前被逮捕的是 中国的两位 这工作人员夫妻 可是他没有说 英国的那位街头人员 有没有被逮捕 英国人也没有说 他也没有被逮捕 中国也没说 那有没有被逮捕我们不知道 可能哪一天你看到的英国 开始进行外交秘密交涉了 那也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用交换的方法 来把人换掉 那这个情况很明显的 那也就是属于李尚网来了 你抓我的人 我就抓你的人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当然要看 之后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两位很明显的 他也接受了 英国的密情局的训练 所以他已经是典型的 英国的谍报人员 那他们已经被逮捕 那如果按照 英国的谍报法来讲的话 接受训练完以后 成为他们的谍报人员 英国有责任 要把人家救回来 等等这些工作 那这个东西就考验了 英国的情况 我个人认为 这是李尚网来了 那有关于西土的这个 目前 美国确实缺得很严重了 所以他们用重金去购买 你也知道只要钱 很多很多的钱 就会使一些人心动 那因此就有人 就想方设法的 要把中国的这个稀土 要想方设法的用 运出雷 垃圾 或是用什么废土 想办法把它运出去 然后满足美国人的需要 那这个部分也被破获了 也被抓了 那也就是说 这一些利益虚心的人 罔顾国家的利益 国家的法令 然后要去满足 美国人的利益 那这些人当然 他的下场都是不好的 这代表什么 代表中国大陆的 这个对于稀土的 或者是石墨的管制 已经有效了 因为逼得美国 要用非法的手段 要用非常高昂的钱 去购买 不然的话 他的军工的产品 已经在生产方面 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那样的问题 甚至石墨也是越来越严重 也就是说 这些都是在电池里面 必要的东西 而我们看到 不管稀土或者石墨 这些国家的缺乏 他们虽然嘴巴讲说 很淡定的说 没问题 我们会找很多替代品 可是你已经看到了 它的成本一直在增加 第二个 短时间没有办法获得 那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当然它的竞争力 就处于一个 最有利的一个地位 你美国不让我卖进去 可以 我往拉丁美洲卖 我往非洲卖 我往俄罗斯卖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 在欧洲的国家 它还是一样 有很多的破格